《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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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12年開始經營《那些電影教我的事》以來 我們介紹了超過一千部的電影 雖然大家很喜歡看我們介紹憲政熱映中 或是討論度很高的院線片 但是也有不少人希望能夠接觸到更多非商業大片 或是主流以外的電影 這讓我們開始構思這個欠推好電影的主題 希望可以介紹一些雖然看過也很喜歡 但是卻一直沒有機會推薦的好片 今天這個單元的第一集 我們就整理了五部歐洲的電影 在一般的刻板印象裡 歐洲的電影或許因為文化跟語言比較陌生 需要更多的耐心才能消化 但是這些作品每一部都很精彩 故事更是充滿了生意 甚至娛樂性也一點都不輸給主流電影 因此我們也會在影片的下方 放上線上影音平台的網址 如果看完節目之後你想要看這些片的話 也都可以找得到喔! 彈尼爾·布萊克是一名59歲的木匠 一生都辛勞地工作奉獻 直到某一天不慎受傷 束手無策的他尋求政府的救濟補助 卻頻頻被拘於門外 在過程中彈尼爾遇見了處境相同的單親媽媽凱蒂 凱蒂擁有兩個孩子卻無家可歸 這兩個被社會制度跟迂腐官僚高牆擋在外面的小人物 要如何為自己的明天奮戰下去呢? 這部電影點出了很多現今社會 不只是在英國才會出現的 因為制度所產生的問題 雖然想要傳達的訊息很直接 每個人也一定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過 但是透過了電影的呈現 卻給了觀眾一個反思的機會 我們曾經為這部電影下過這句註解 同情心只能在事後表達遺憾 同理心卻能阻止造成傷害 Sympathy only shows how sorry you are afterwards But empathy can prevent damage before it happens 59歲的歐佛 是社區裡住最久的一個獨居老人 性情暴躁的他即便失去了領長身份 仍然像糾察隊一樣四處巡邏著東管西管 大家見到他都退避三社 而他也不愛與人打交道 直到有一天有一個熱心的新住戶搬進了社區 不小心把歐佛家的油桶撞歪了 一場意外的友誼才就職展開 大家也逐漸發現歐佛一直待在社區裡的秘密 每個人都跟歐佛一樣 年輕的時候在等待著某個理解他的人來到身邊 幸運的話可以攜手終老 不幸的可能曾經曾經有過卻又失去了 但是這部電影卻告訴了我們 人與人之間不一定只有當初那個你所認定的人 才能給你溫暖 只要敞開心胸,幸福其實無所不在 我們曾經為這部電影下了這句註解 心事一道門,鎖著固然可以不讓別人進來 自己卻也走不出去 不羈的班諾在被診斷出罹患腦瘤之後住進了安養之家 在那裡他遇見了一位同樣重病的安迪 為了不讓自己就這樣平淡無聊地離開人世 他們打算把命運的主導權拿回來 計劃在渡過了一位同樣重病的安迪 在他們心目中最酷的一天之後 用自己的方式結束生命 於是這兩個個性截然不同 看似沒有任何交集的年輕人 就結伴展開了人生最後的一段旅程 這部德國片不只擁有許多爆笑的橋段 催淚的功力也是一流 有逆轉人生加上一路玩到掛的深度 再加上最後大丈夫的惡稿 我們大力推薦喔! 我們曾經為這部電影下了這句註解 不懂珍惜一生都嫌太長 學會把握一天就已足夠 東尼和即將臨盆的妻子 某天因為自家水管的修繕工作 和在附近工作的宮頭葉瑟發生了口角而鬧上了法庭 葉瑟一開始有意和解 但是得理不饒人的東尼一句充滿仇恨的話 卻又惹怒了葉瑟,忍不住出手把他打傷 原本看似單純的爭執 在律師的推波助瀾之下 瞬間就變成了種族、階級、歷史甚至是國家之間的衝突 這部電影除了劇情峰迴路轉之外 節奏更是緊湊 而探討的議題也非常值得大家省思 是一部必看的電影 我們曾經為這部電影下了這句註解 一句話是否傷人 應該是由聽的人決定而不是說的人 無論有些話是傷人或不 也應該由聽的人決定而不是說的人 故事發生在一個月食之夜 四對夫妻相約一起共度晚餐 但是其中一人的女友因為生病而沒有出席 這四個從小就認識的好朋友彼此熟視親密 就連他們的妻子也都十分熟認 七個人說說笑笑彼此互酸 在餐桌上享受著晚餐 此時女主人提議來玩一個遊戲 藉此證明自己在婚姻與好友群中沒有任何的秘密 每個人必須把手機放在桌上 只要收到訊息或是電話 都要大聲地唸出來或是按擴音對話 也不能提示來電者 而一開始的嘻嘻鬧鬧到最後卻演變成難堪又驚悚的批鬥大會 原來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 即便是親密的枕邊人都難以接受的秘密 這部電影的情節安排跟角色設定令人拍案叫絕 但也不禁讓人心頭一冷 每個人都有秘密 而或許無傷大雅的適度保持距離也是一種相處之道 我們曾經為這部電影下了這句註解 只有不懂愛情的人才會以為愛情裡沒有秘密 只有那些人不懂愛情的信心 相信那些人沒有秘密 以上這五部電影我們都給予非常高的評價 也都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珍貴的人生課題 如果看完今天的節目之後 你想要把這些電影找來看的話 我們在影片下方也放上了影音平台的連結 也歡迎你在看完之後在這邊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心得 我們每週都會固定有新影片上線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就要記得訂閱還要記得按下小鈴鐺喔!